律法不回 觀眾間 是非審案 要人辦 眾望已厭惡 理性眾緩慢 決意為邪證分界限 此案真可謂驚世害族 棘手致極 公衛之中 會多禁衛 據本府所致 煩夢皇上重行之殯妃公女 必定記在於公黨之中 除此之外 她依在三個月內 亦要嚴加襯賊 就是唯恐皇室骨肉 流落物間 倘若惡明珠 當時懷有籠種 太以喜悔不止 又怎會讓她離去呢 大人所慮甚至 不過趙希成 在公堂之上曾經說過 惡明珠遭人陷害 或是在宮中 懷有新人不為人知 所以只有今天 這件棘手的案件 或者大人所擔心的 並不是案情本身 而是此案一旦揭發之後 不論真假 必會震驚朝野 波及公禁 甚至會令精情動蕩 百姓不安 公孫先生的確知怒 然而案情真假 是非黑白 仍需徹查清楚 展護衛 大人 立即切法找到秦公公 請他來府中問華 是 大人 罵動員 封京 除願算是 你們不能詢ектив 越清楚華 他不會聽廁所 老闆巡三福, 叩見包大人 请起床 谢包大人 公公年事已高, 且请看座 多谢包大人赐座 本府今天请公公前来 实在是有件恭维避身 想要请教公公 请教两个字就不敢多 请包大人, 问 知事看大 关系皇室姓德姓语 本府不得不谨慎行事 今日见面以及所谈之事 还请公公, 万物与及他人 包大人敬请放心 奴婢在宫中当差多年 亦能分辨出轻重分泉 绝不犯半点差错 请问公公 以十年前在宫中当差之时 司何即掌? 蒙姓上的恩赐 奴婢是做总管太监 当时在宫中 可有一名叫做恶明珠的宫女 梅包大人 的确有此人 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他的收场不好 包大人 为什么突然问起恶明珠呢? 莫非 莫非他仍活在世上? 没错 他不但活在世上 本府相信他还活得很好 本府再问你 恶明珠 可曾蒙皇上重行 宫中档案可有记住 秦公公 知事看大 有则有, 无则无 你要仔细想清楚 请包大人明珠 请包大人明珠 秦公公, 你敢为了 这件事可能是杀头之事 若然包大人要露屁 把事情说出来 万一传到宫中 被张飞飞娘娘知道了 罗美的性命就难保了 你不要惊怕 只要你居实说明 或是圣上拐罪下来 本府也替你一肩食担 多谢包大人 你且会助说话 是, 包大人 好 本府问你 那恶明珠做工女之事 皇上可曾重行于他 有, 皇上的确重行过他 宫中档案可有记载 当然有了, 是奴婢亲不记载 既然如此, 那恶明珠离宫之时 可曾经太医已明 并未怀有龙胎逢重 回包大人 当时恶明珠离宫时 情况是很特殊的 所以没有被太医诊察试验 何谓得殊 如何得殊 回包大人 事隔二十年 有些事奴婢就记得 但有些事奴婢也可能记不到了 好, 皇上包大人多多包下 大人, 有些事奴婢太深 不如出现深究 今天闻到此处 不妨暂且打住吧 本府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奴婢记得 奴婢一定回覆包大人 虽然事隔二十年 同样再与他相见 你可认得他 回包大人 如果他的容颜 没有多大改变的 奴婢一定认得出 好, 当时机妥当之时 本府自会要你前例相认 你且先回去吧 是, 那奴婢就告退 看来, 二十年前, 在公暗之中 的确曾發生了一件不惠仁治 甚至不堪文物的恭惠秘身 是啊, 大人 秦公公与这宗秘身牽涉甚深 而且有很多难言之人 看来他必定是关键人物 以公孙先生之见 那赵熙成是否真有可能 才流落在外的奉子六船 大人, 学生豈敢忘言 这个答案 只有在恶明珠身上才能找到 正是 本府且问你 你此次前例开封府 葬告当今圣相和张贵妃 是你自己的意思 还是令堂指示 若果依照赵熙胜的意思 早该前来 只不过家持一直认为 时机尚未成熟 所以才延当至今 但是这次开封府之行 事前是经过家持找准的 令堂如今身在何处 是封雲府妻仙镇 此外 令堂乃是关键人物 誓非要请他到堂 詳細说明当年种种 同时, 如一干人等 当面对证之后 才能了解案情 包大人的意思 是要请家持亲自到堂 你说 正是 誓非要请令堂前来 同时不得胜将 欺盛有几个问题 想先请教包大人 你说 请问包大人 是否已经见过秦公公 没错 本阪的确见过秦三峰 秦公公是否已经证实 在二十年前 宫中的确有岳明珠这个人 亦已证实 请恕欺盛斗胆再问一句 秦公公是否已经证实 家持确实曾被皇上重行过 此乃皇室禁位 又不得你智废 包大人此言差异 倘若证实 家持确实曾被皇上重行 以后身上怀有皇上骨肉 那请问包大人 家持此刻该是何等身份 依照我大宋律来 无论宫女、妃笨 只要有皇上血人 必定晋升一等 這樣家持 现在已经并非普通宫女 而是妃笨即妃 這樣包大人见到家持的时候 相信也要行公廷而設 依礼参拜 不知道包大人认为是否正好 你的话 躁听之下 似乎现之成理 然而其中仍有疏漏之权 而今只知 皇上当年曾重行工女阿明珠 然而却未有精神 那恶明珠 確实怀有皇上骨肉此其一 以大宋宫廷律来 无论工女笨笨 也一旦怀恩 喊不准轻易出宫 然而恶明珠 他因何得意 善出宫廷 此其一 至于我明珠如今的身份 究竟是该是同当年之宫女 亦或是该宁恒以尊罪鬼 上代皇上不合圣志 才算超顺 因此由本府看来 定是之如当年之宫女最唯可事 包大人之言欺iling不服 無需不服 你在本府公堂之上 taş鮮iscal 争辩 究竟所贓为何 目的何在 你不妨直接了當輸出 百別多浪費唇洩 若要請家慈前來開封府 相信也要包大人親往迎接 才合乎禮遂 豈有此理 你心中置以為他要歸為奔非 其實他如今身分未明、地位難定 但又要本府親往迎接之利 如今皇上無睿 恍若今後證實加持確實為皇上生下皇裔 則加持之貴,貴不可言 包大人現今如此迂闊堅持 豈不是更加失禮失意之子 是呀要到證實之後,往可以罪 豈會如今豈有前往迎接之利 何非你自以為你是皇子不醒 欺勝確實如此想法,簡直方向 大人,學生倒有一個前衝的想法 豈有此案是假 則惡明珠和趙熙成必定死罪謀 若此案是真正 則惡明珠必定受進封為貴妃 而趙熙成必定被拆封為皇子 因此學生以為,大人雖不必親望迎接 倒不如由學生和展望為代 若是假的,大人不失身分 若是真的,大人亦不虧禮數 不知大人以為如何 你確實是個節衝之計 趙熙成 熙成在 公孫先生所言,你也聽見 是,本府就此決定 由公孫先生與展護衛親迎令堂遲禮 若讓你仍不滿意 莫貴本府不再假以辭息,重厭論署 好,相信如此處置 家詞亦會滿意 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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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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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就跟事前娘估計的一样 包請已經接下訟旨 唯一不肯親自前來迎接 这一点都是意料中事 起床吧 是 包請要我开封府,是嗎? 是,她放在展昭和公孙策前來迎接 是 那算是說得過去 有見過秦公公嗎? 孩兒沒見到 不過包請曾經約見 相信當年的事情已經得到證實 秦公公是我的大恩人 這個恩一定要報的 是 是,是一定會銘記於心 娘 展昭和公孙策還在大廳等候 好 讓我見一見 包請身邊的一文一武兩大秘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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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不辭拔虐辛苦 少少以來 岳明珠心中十分感激 好說 奉包大人之名 前來迎接夫人前往開封府 談不上辛苦良知 不知道夫人打算何時動身 真是這麼倉促喜情嗎 包大人有令 此時關係太大 惟恐消息外洩 引起不必要的風波之戰 所以還是早走了 兩位的大名我早以如雷觀矣 難得有緣相見 我原想好好招待兩位的 不必客氣, 性情心靈 展昭認為 早日動身不必張揚為好 這件事關係到娘冤屈的平反 身份的尊罪 孩兒認為還是應該早點去好 好, 那我們就無需客套 待我稍作收縮, 就即出發 趙氏居宅, 雖非皇宮府帝 卻頗健氣派 所有下人顯而訓練有數 進退有趣 就連東方禹和江天縣 對惡明珠都謙敬功筋 從種種種跡象看來 絕非一般平民可比 那惡明珠本人如何 言談有例, 舉止有意 即使是豪門歸壽, 亦不刻遵辭 學生看來, 他的確大有來頭 確曾在宮中學過規矩 演會有如何看法 大人, 公孫先生說得一點也不錯 在路上休息的時候 他談起宮中往事, 美美道來, 如數家珍 看來他絕非虛寇, 胡亂編跡 稍待本府且而朝官單獨與他相見 是他一時, 你二人不妨先行迴避 是 卿尋遍 我而在包女兒真的不妨先行迴避 甚麼呢 對嘴 crave的 趙希成, 你先退下 本府要與靈堂單獨一談 你先退下 是, 下一二高退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胆婦人,竟敢在本府面前假冒橋板? 谁知我发心严,容不得你虚偽造作 是雅力自归尘土,是尉玉自喜尋杀 这两句古语难道包大人未曾听过吗? 岳明珠无需假冒造作 只因为自知身份,亦不会做到愿离失禮 包大人若不相信,可当即奏名圣上 看看圣上,是否还记得这位当年故人 如今世人混沌,往往认为口说无憑 明珠手中这块玉佩 恐怕包大人也未曾见过 包大人不妨先行过目 这块玉佩是皇上遇刺的信物 万省包大人,以义礼已接受 好,本府姑且信你自言 荡若是真,本府自当苦受禁约 荡若也情均属虚寇 可归本府杂都无情 这块玉佩,本府确实未曾见过 然而,但凭你恩免之辞 又岂能认定,便是愈恥之补 包大人简在帝心 随时可面圣求正 这样,明珠的身份 就可立即真相大白 且慢,如此大事 岂可草率行之 本府自当正式声唐 并由证人指认 问明一切之后再作定断 可以 本府必须事先提醒于尼 一旦声唐 所有是非对错 必定天安不散 你若反悔 此时此刻 又唯未悔 包大人的好意 恶明珠感激莫明 我等这一天 足足等了二十年 还请包大人尽快升堂 莫明珠 你再三姓称 二十年前 你曾在宫中当差 据本府所知 宫中论选宫女 条件十分嚴格 身世背景 肯要长查 当时 你是何身份 又是如何进宫的 包大人说得没错 不过可不可以先容许明珠 请假个问题呢 你且说来 有一个姓前明君的人 如今贵为护布侍郎 不知道包大人是否认识 是否认识 没错 时有在烏布侍郎前军 本府与他通潮为官 自然认得 你为何要提他 二十年前 当前军 仲是一名婉令的时候 先父就是他的幕有师爷 由于明珠幼年丧母 而先父未曾再娶 所以就带明珠一起上任 谁知不久 先父亦即怒成侄 殺手而去 当时明珠只得十七岁 所以就暂时寄居在前家 而事实上 就成为前家一种妇女 你再说下去 前军夫妇本想把明珠娶配他人 以为终身之计 但是明珠不甘于嫁个凡夫族子 因此令前大人十分烦恼 有一天突然叫明珠去 說有重大事情要商量 前大人、前夫人 找明珠是否有重要事 是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要找你商量一下 有什么重要事 明珠 自从你爹过世之后 我们夫妇一直都当你自己女儿 一样看待 有很多人上门提过几次亲 由于你不满意 但是我们两夫妇都不勉强你 那我们对你的心意 你应该明白 前大人 夫妇对我的恩情 明珠明记于心 你生得这么漂亮 又自小跟你爹熟读诗书 如果把你嫁给一个普通人家 也得过太委屈你 不过眼前就是一个大好的出头机会 什么出头机会 是这样的 我今天收到宫中的诏书 就说太后要轮选宫女儿 各地的衙门也提供了很多人 但是太后一个都不喜欢 我忽然想起 以你的条件 太后一定喜欢 没错 又要生得好样 又要读个诗书 还要灵巧懂事 你就是这个合适条件的女孩儿 明珠从来没想过要入宫做宫女儿 只怕…只怕做得不好 只有误事 怎会呢 以你聪明伶俐 一定应付得来 同时对你来说 亦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 什么好出路 出路就多了 如果太后看中了你 选择你入宫 你就服侍太后 又得到太后的欢心 那将来捐婚 太后一定会把你嫁给名门公子 还有 万一皇上看中了你呢 那时候你就飞上之头 变凤凰一飞重天 你不认了嘛 当时我对做宫女的体格很模糊 心里很不怨 但是又经不起前君夫妇再三的劝说 同时心里想 如果真的做了宫女 侍候到皇太后的 都比嫁个凡夫族子好得多 所以我终于答应了 原来你当年进宫 竟是前君事落退战的 正是 既然你与他有救 为何不找他说明一切呢 包大人可知 世上只听闻有包青天 何曾听过有前青天呢 好吧 你且继续说下去 进宫之时 我曾暗自立下心意 若是选中了我 我必定要做过最好的功女 找机会出人头地 当时 皇太后慎重其事 还要张贵妃陪同亲自挑选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岳叫明珠 这个名字起得挺好 而且也人如其名 你说是吗 太后甘口说的当然是 太后 太后 你在太后架持怎么随意乱动呢 那是大大不敬的 不要紧 是我故意试试她的胆识而已 是 三福 奴婢在 就把这个明珠的留下 其他人都可以退下了 奴婢遵旨 是 太后义旨除岳明珠外 所有兽女全部退下 是 是 明珠 你可曾读过诗书 懂得汗蜜 是 文女曾读过诗书 有略通汗蜜 那挺好 你随口背一首唐诗我听 是 是 舍南舍不佳春水 但见群勾日日来 花竟不曾圆客素 鸿门今此为君开 文庄 这一首是杜虎的客字 好, 就这样决定吧 是, 太后 好, 明珠, 还快点借 文女抗借, 太后, 张贵妃, 恩典 果然是灵巧董事 起來 借太后, 张贵妃 三福 奴婢在 現在把明珠交给你 你教会她宫中的礼儀規矩 让她尽快来服侍我 我 奴婢遵旨 俗语说, 宫中的规矩是顶天大 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犯错 轻則受罚, 重則论罪 所以我们在宫中帮差的 最重要是记住这四个字 小心謹慎, 明白吗 明白了 有几个基本的缺销 只要你记住它 就不容易犯错了, 明珠 请公公开道教誨 好, 你听着了 第一, 嘴巴要紧 小说话就小是非, 是不是 第二, 眼光要亮 懂得既既行事 心事要小 是呀, 主人未想到的东西 你就先要为他想到老婆 最后呢, 手腳要勤 勤勤勤勤去做事 就不会吃虧了 明白吗 嗯 秦公公代我非常好 簡直是我如亲生女儿 令我这个初入功禁的孤弱女子 免了很多恐惧 加添了几分温暖 所以我在太后面前当差 能够得心应手 得到太后的欢心 好 对了, 我觉得你的灵度刚好 你打的功夫比秦三福更好 你的手真是灵巧 多谢太后娘娘包掌 奴婢参见太后 太后, 奴婢参见秦公公 什么事 太后, 二卧湯已经凍了 再不喝就没益 我今天没胃口 又不觉得饿, 我不喝了 那呀 不如, 赐给明珠喝吧 太后娘娘, 奴婢不敢 我说赐给你喝, 你就喝吧 太后甘口意子, 天大的恩典 快叩头借恩 露婢叩借太后娘娘恩典 行了, 起床吧 喝完燕窩, 再帮我倒骨 知道 同时祖王太后衫药要VES però帮人慈良善 尤其可以等很好我们的下人 ời� 沒錯, 皇太后聲名仁慈 朝野皆知 你能夠隨事左右 也算是有福餘 然而你既然跟在太后身邊 又怎會與張貴妃有關 後來又如何會被皇上重行 天下是誰臨預料 因為張貴妃有病 有很多人沒有向皇太后請安 所以皇太后帶著我和秦公公 親自去探望張貴妃 多謝太后誰愛 臣妾的病已經好很多了 我看不見, 你的氣息也不太好 這個病拖了這麼久 太醫是怎麼說的呢 照太醫說是因為神妾的身子 本來就虛弱 再加上染了風寒 所以就遲遲未能夠存癒 俗語又說 病來如山倒, 疾去如抽屍 你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心靜養 調養好身子 不過身邊事後的人都很重要的 又要心勢, 又要周到 啟臣妾太后, 奴才事後貴妃 一直都是細心周到的 我又提到你的名字呢?可見你心虛了 奴才說錯話, 太后, 奴才該死 太后明教, 其實甘露 一直都事後的神妾很好 我看就不見得 不如這樣吧, 在你調養期間 我叫明珠過來事後你 明珠心勢又靈巧, 我就比較放心了 但明珠一直都是太后你 最貼身的宮女 我又怎麼可以呢? 你不用跟我嚇吐了 明珠 是, 太后 你聽到我說的話嗎? 老皮聽到 或許在這個時候 我無意中得罪了 心胸俠小的金龍 你所說的金龍 我就是如今 宮內的總管太監, 金公公 我已經離開宮內二十年 是不是他, 我並不知道 不過他對待我的 種種殘酷手段 我就終身難忘了 你奉太后義賜 事後張貴妃, 她又待你如何 當時, 看在太后的金面上 張貴妃對我當然十分禮遇 而且賞賜很多 不過到了後來 我才知道張貴妃是個有心人 早就提防於我 提防於甚麼? 當時, 她是皇上身邊 最紅最寵愛的妃子 她知道我知識不錯 唯恐皇上看中我 而奪去她在皇上心中的地位 所以每次跟見皇上 或者皇上駕臨 她都用各種理由而駛開我 避免我有機會見到皇上 心功爭寵, 古而有之 這也是仁之尚情 後來, 你畢竟還是見到皇上 沒錯 有一次, 我事由張貴妃 去禦花園散步 明珠, 你看 花園散步, 花園散步 對了, 娘娘, 和你一樣 這麼明艷動人 你的把嘴最會探人的 皇上家到 娘娘, 怎麼算好 這裡沒有地方迴避 臣接交見皇上 貴妃不必多禮, 平身 今天這麼好慶祭 禦禦花園也走走走 你的病好一點了嗎 託皇上的胸腹 因為已經好多了 所以才出來散步和賞花 當然, 讓我看看 這個女子是甚麼人 為甚麼見到朕 還遮遮掩掩掩 莫非她不能見人 回皇上, 她是宮中新來的宮女 只是還沒熟悉宮中的禮儀規矩 怕冒犯了皇上 哪有這種事 在宮中當差, 你已經大大方方才是 你出來, 讓朕見一下你 你是不是聽不到朕的話 皇上的話你聽不到嗎 還不快出來和皇上請安 是 老婢向皇上請安 皇上 擔高個頭 歌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